佛法的核心 佛法的核心就是解脱道的修行和菩萨道的修行 这就是佛法的核心要素 有关于解脱道的修行以及菩萨道的修行 这是佛法的核心要素 一切宗派都离不开这个核心要素 法门非此即彼 这个解脱道 我们学佛无非就是为了解脱生死 然后是利益众生 这两个东西是不用说的 佛法的修学次第 中国的佛教鼎盛时期 这个行人的根基教理基础比较扎实 因此祖师大德在立宗时 未将重点放在基础建策上 而着重阐阳原顿的思想 使上根立志者当下之气本心立地成活 就是说随唐的时候 其实就是那个禅宗比较兴盛 其实那个也不是完全是那样子 怎么说呢 就是像一个学院一样的 代表北大 一个学院 它里面出了一些什么人才 对国家有什么贡献 或者对世界有什么贡献 会记录下来 而那些大学生从小学 一直到高中 到大学考上北大 然后一直在北大里读书 一直到博士 这些人都是存在的 而真正历史上记录下来的人 可能就是那些成就最高的人 那些所谓的禅宗的祖师 大德的语录 那些东西留下来的 就是说能够留下的历史上 比较有名气的人 而普通的学者 大多数的学人 其实还是从基础开始 一点点学上去 最终得到那种最高成就的人 毕竟是少数 并且他们有历史记载的人 而我们看到的历史 就是这些人的东西 所以并不是说 那个时候都是在 产阳原众的思想 其实他们也是有次第的 你看那个达茂祖师来的时候 中国的法法非常的兴盛 大部分人都在学习 活头的教法 你看那个神光大师 神光也叫慧可 他其实就是一个大法师 但是这个法师里面 应该说是最有慧根的一个法师 他的悟性比较好 他能够施得保 知道达茂祖师有东西 跟着他就是向他求法 那个时候的法师 中国的法师很多 律师也很多 中国这个佛法将近 用了六百年的时间 到鼎顺时期 这个都是一个过程 各种根基的人 各个层面的这种修行能 都是有的 那留下来的这个圆顿法门 就是指这个禅宗根基的人 那这毕竟是少数 那圆顿法门 就是说对这个禅宗来说呢 就是 就是犹如天边的云彩 可望不可及 那么对我们这个末法时代呢 就是说 修学呢 这是基础的 建构大众化的修学次第 是教界的耽误自己 佛陀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 公元两年 那个时候中国也是一样 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 慢慢建立起那种 修学的次第架构 然后最终培养出了 很多的大德人才 用了几百年的时间 佛法传入中国 将近用六百年的时候 六祖是到了公元六百多年 像玄奘法师 也是六百四十年的左右 那中国才出了 大量的高僧大德 那也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 的这种积累 酝酿 并不是那么简单 那么现在呢 中国的佛法 几乎是要重建 我们自己遗留下来的 特别是汉地 几乎是没有了 什么 就是几乎是要重建 所以说是一个 很困难的事情 他这里提到了 这个皈依啊 发心啊 戒律啊 政界呢 直观五个要素 层层提进 层层提进 大部分呢 还是在皈依发心的 这个层面上 慢慢地进入活法 然后就开始学戒 持五戒 然后做好人 慢慢地具足因果政界 有了因果政界以后呢 就可以再进一步 修出离心 就开始真正地进入解脱道了 那就是居住这个小秤的人我空性正见 然后发菩提心 进入大乘的把握空性正见 然后再修止观 那这个止观呢 就是小秤有小秤的止观 大乘有大乘的止观 实践活法的关键呢 就是正见和止观 这五大要素里面 正见和止观 你现在在什么层面上 你就学什么样的正见 修什么样的止观 真的是不能愉悦的 不要自以为是 就是不要觉得 哦 小秤的这些正见和止观 太简单了 我不用修 我直接修更高层面的东西 比较好 那就是我们很容易高看自己 因为现在末法时代没有什么权威 比如说我们汉地啊 就是说好的老师太少 所以说呢 学生们都是自学 然后呢 各说各的 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一个思想 但是呢 我昨天还说了 这些真正的大德 他们的讲法是统一的 他们的次第是清楚的 主持大德说 由戒申定 一定发会 包括这些刚才讲的 他说的几个方面 主持呢 也都是这么来教的 正见是止观的眼目 止观呢 则是将正见 落实于心形的技术 两者相辅相成 若无正见指导 修习止观 往往不得其门而入 没有止观印证的止见 只亦落入玄坛的误区 修学赤地看 因先学证见 再修止观 如释法心中的修行 依视为清净善知识 听闻正法 如理作义 法随法性 这是主持大的 就是这么教的 这个叫释法性 就是科学界也是这样子的 搞科学研究的人 他也上的这个次第来的 佛法也是科学 都是先跟着老师学 清净善知识 听闻正法 如理作义 法随法性 依正见修行 还能够帮助我们 纠正心形中的 所有的偏差 否则皈依 就会落入迷信 发性可能会夹带的杂质 就是你的发性不纯正 你说你处理性 有一点 但是你里面夹杂的 太多的世俗的性 虽然有一点处理性 然后呢 你就又去削发附提性 因为处理性不纯正 你的附提性也更加不纯 也是里面有很多的杂质 就像一个水不清一样的 虽然是水 里面是污水 没有太多的杂质 持戒可能会留意形式 这样的话持戒也是留意形式 直观呢 可能是劳而无共 你看这个正见呢 多重要 正见就是这个眼目 眼目 这五个环节呢 依次深入 但并不是说 皈依完以后 才能够开始发性 也不意味着发性后 就无需修学皈依 皈依本身也是层层深入的 是吧 刚入门的皈依 和修到后期 那个皈依的心 对上师三宝的那种 完全的信心的话 那种皈依的心是不一样的 事实上五个环节 皆需解脱 或成佛 乃能究竟圆满 就是说 你要到解脱生死了 彻底解脱了 圆满成就了以后 你的皈依才是圆满的 你的发心也是圆满的 那么你的证件也是圆满的 你的直观也是圆满 就是说 这五个方面 并不是说 刚学的人是皈依 皈依完了 后面就不用学 你要真正的皈依圆满 你得成就了 成佛了以后 你的皈依才是圆满的 圆满的皈依 像我们学那个 活蹭的人 菩萨道的人 他的念皈依 本身就是发福利心 你们都念过 一个大乘佛法 念皈依跟那个 这个三规五界的 那个皈依的发心 念的纹都完全不一样 在我们道场 皈依的念那个 四句记 直接就是发福利心 就包含了 这个大乘佛法的 一切精神都在里面 就是四级 就是皈依 所以说 每一个 每一个修学的阶段的重点 是不一样 但是也是 逐渐深化 他在说 因皈依而有发心 因为发心又是 对皈依的深化 过在发心过程当中 还应该继续修习皈依 其他也是同样 你有了证件以后 那么呢 你对皈依更加深化了 对前面的发心 也是深化 他们都是相辅相成的 互相关联的 互相容设的 但基本吃地 又不能违约 有些人直接从止观 禅修入手 认为学校 是入海算杀 拖劳无益 但没有证件的指引 究竟修什么 究竟证什么 究竟解决什么 就像进入车站 尚不知自己 要前往何方 便茂然登上了 同样不知去向何方的车 结果坐了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 浑浑顿顿 不知所终 到了车站了 不知道去哪 车是往哪去的 都不知道 就往上坐 这就是这样 盲修瞎练 有些人直接从学教入手 但大经大论读多了 往往对利于行驶 等规范不再重视 也没有戒律的防范和保护 仅于意识层面 建立的文师之鉴 没有力量降服 烦恼吸气 就是经书读的很多 也喜欢读 但是就是没有 不知道怎么降服烦恼 生活当中 也很少去对这些烦恼 我自我慢 还是一样的膨胀 就是喜欢把这些 大德的开示 就是分享给别人 其实现在的法语到处都是 我们根本不需要去分享给别人 我想就是自己 多写点东西 写给自己看 反省自己 修行就是反省自己 包括叫你们写作业 也是一样 对一个解脱道的人来说 如果你是初学者 你是一个解脱道 还是以解脱道为主的人 你的时间应该说 基本上百分之百的 就是看自己 没有任何时间看别人 因为你是个大凡夫 是吧 你这个我自我慢这么重 基本上你的应该说 全部的时间 都用在观察自己的 反省自己的身上 眼睛往里看 往里听 六根收射起来 特别是一根收射起来 就是针对自己来思维 你的一根也用在自己的身上 这个六根呢 用在自己身上 不要用在别人身上 用在别人身上 表面上是行菩萨道 你事实上呢 增长自己的一些知见 增长自己的一些我慢 你那个时候 你就是老是观察别人 你的习气嘛 就是听就是往外看的 因为你还是个凡夫 你往外看久了 你自己就没有修行 然后自己的问题也看不到 就很好看 像孔雀一样的 孔雀一样的 开屏了 是吧 屁股从后面能看见的 你自己看不见 孔雀开屏了 前面很好看的 你在后面就不一定好看的 就是啊 你看看后面 自己反而看不见 自己觉得很好 孔雀开屏就是这样 从前面看的 没有从后面才拍的 眼给别人看的 这个不是修行 修行不是演给别人看的 有些人直接从戒入手 这固然重要 但若没有正确的发心 不清楚持戒的意义 持戒变得异常艰难 我也批评过这样的问题 有些人持戒 哦 学五年戒 佛陀说了 修完戒要学五六年的戒 其实佛陀不是这么说的 佛陀说是在这个 修完戒是 这五六年当中是要学戒 但是没有说 叫你所有的时间 都拿来学戒 只是说这五六年当中 你要花一点时间学戒 佛经理根本不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们修行 还是以证件和止观所为主 就是这个时间 你要多送戒 就像我们每天早上 拿一点时间来 背诵普贤行愿品一样 每天都拿一点时间出来 呼吸一下你的戒律 送一送戒 你每天拿半个小时出来 哪怕这样的话 你就不容易犯戒了 或者说你看 你收完了戒天天犯 戒律旺的光光的 一点都不像一个周星人 一点都不像一个 收了大戒的人 那你就麻烦了 沙米也是一样 你每天都要 呼吸一下你的十条戒 这个就是 对于刚受戒的人来说 是有必要的 因为你忘掉了 你会忘掉 你说的菩萨戒也是一样 你每天都要拿点时间出来 呼吸一下你的菩萨戒 那二十八条 你每天看一遍 那不要多少时间 直到他永远不忘记为止 受了戒的人要学戒 是这个意思 不是叫你一天到晚都在学戒 那不行 一天到晚就学 学完了以后就死掉了 这个磁戒入手固然重要 但是没有正确的发心 其实磁戒要先学发心 这里刚才说的五个磁体很重要 皈依发心 很多人学戒没有皈依 发心没有 疏离心没有 或者一点点 有点味道 但是呢 根本不合格 你发心不合格 你的戒力就是完全得不到戒体 我以前批评 你的初立心不合格 你的这个比丘戒 你出家的戒 你是得不到戒体的 你绝对得不到戒体 你初立心没有发不合格 菩萨戒也是绝对不合格的 也是得不到戒体的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发心不到位 那不合格 戒力是得不到戒体的 所以你持戒 就是成了一个空谈 这里说 如果没有初立心 只是被动的 抵制五欲六成 难度系数很大 凡夫心是粘着的 碰到哪里 碰到哪里 内外结合 才能够增加对峙力度 没有菩提心的话 那持菩萨戒 也是困难重重 不可能的事情就是 因为你没有菩提心的话 你持菩萨戒 等于是没有这个内容 不可能 因为持菩萨戒 每一条戒 都是以菩提心为前提的 同样 若是对三宝 没有视之不移的 皈依之心 发心也难以长久保持 据说你对三宝的信心不够 你的发心也是不合格的 代表你这个皈依三宝 过一段时间你皈依两宝了 对深宝失去了信心 那你后面的所有的发心 包括证件 全部都出问题了 肯定是这样的 我们这是三宝 有些人就皈依两宝 来自一宝 这样的话就是 他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到 佛法的含义 了解了这个修学次第 就可以帮助我们 按理一条 循序渐进的学佛之路 明确各个环节的重点 这是彼此相互增上的原因 当修行进入某一个阶段时 自己能够清楚地知道 这个阶段需要完成的任务 是什么 对之前的修学 有什么需要提高的 对之后的修学 又该奠定什么基础 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 就不谈了 这个五大要素的实践 他后面讲五大要素的实践 就是从归一开始讲 发心 然后戒律 然后证件 他分别都做了一些阐述 归一同样是归一 不同的层面的人归一 都是不一样的 发心不一样 归一也不一样 代表你归一三法了 那你肯定相信因果 你才会归一三法 相信因果 你相信轮回 你才会真正地归一三法 否则的话 如果因果都不信 你怎么可能归一三法呢 是不是 所以说归一 先要有一定的证件 就是相信因果 因果是一个证件 当然你可能这个证件 还没有完全建立 但是至少你对因果是信的 随着你对因果的生性程度不一样 你归一的心的稳定度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证件很重要 证件是眼目 首先你要相信因果 你才会归一三法 那归一了以后呢 随着你发心的提升 相信因果了 你什么样的发心呢 你可能想 我多做善事 我就会得到多多的善报 是吧 你的发心就是这样的发心 就是呢 你就会去做善事 因为你知道善有善报 所以说你就会尽量地多做善事 希望得到更多的善报 这个是伦天秤的发心 那伦天秤的发心呢 他就建立了伦天秤的证件 包括后面的 就是自观 随着他修学的深入 佛陀就告诉你要解脱生死 那么呢 这个时候有了新的证件 他的归一内容就不一样了 他归一的目的是为了解脱生死 就是归一三宝的目的不一样了 为什么要归一啊 为了解脱生死做归一的 那么他的发心 就是出离心了 他的自见也不一样了 又提升 又更高的一个层面来修直观了 大乘佛教的归一呢 就是要以菩提心来发心 证件是把正道之手 是一切法门的指南 也是漫长修行之路的灯塔 是一切眼目 因为发心不可能一步到位 词戒也不可能马上圆满 包括对归一的深化 同样不是一下到位的 在此过程中呢 证件就取得举足轻重的作用 直到我们纠正 心形的偏差 剔除其中的杂志 对解脱道修行来说 缘起 业果的正见极其重要 生命是习惯的积累 我们做什么想什么 未来生命就是什么 所以在缘起的世界中 业就是一切 此外 无常见 无我见 空性见 都是修学 必须具备的基本认知 菩萨道的修行 同样离不开正见的指引 如此才能将世俗菩提心 升华为圣意菩提心 凡夫 有我 有人 众生 受者之相 有如是有限的容器 将心局限于其中 唯有空性见 才能粉碎这一束缚 使有限 回归无限 从而 以平等 无我之心的一切众生 圆满佛果的质量 那么如何才能获得 并巩固正见呢 怎么样获得正见呢 这一点是何 因为正见是最重要的东西 是核心了 离不开清净善知识 文师经教 就是清净善知识 听闻正法 这个才能获得和巩固正见 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 我认为这个学习过程 应该一门深入 现代人往往觉得很杂 天台华言 中官维师 均有涉略 若非经历过人 上根理智 这种学习 多半浅尝则止 似乎什么都知道一点 但只是知道分子 连系统的知识都会形成 何况正见 我觉得多数人 在一生修学中 只需具足一中正见即可 或是无常见 无我见 无我见或是为师见 空性见 将一种武器练习纯属 得性应手 旧样可以杀敌自身 勇往直前 休息在初学者来说 无常见 特别是对苦地的思维深入 那是非常重要的 你在什么休息阶段 你就用什么正见来支持 是很重要的 初学者 你就是思维这个苦地和无常 是最重要的 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功夫不扎实 后面就修不出来了 有些人 你看道场里有个别的 出了家的这个 昨天有人反省 他是受了大戒了 出家好几年了 但是呢 现在他反省自己 发现自己这个苦地 思维的不够 初理性修的不够好 所以呢 反而呢 后面修了就出了问题 他自己反省的 反省的挺好 那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你基础没打扎实的话 后面是修不出来的 一定会出大问题的 凡大业障 你在不同的阶段 是要有不同的见底的 代表你的处理性 已经非常的稳固 那个时候 你就不一定要 老在苦地上 那个无常观上去观出来 你应该就 以无我观为主要 以无我观 然后对治烦恼为主要 对治烦恼的方法 有好多 但是无我正见的是根本 当然你不能老停留 都在这个无我正见上 那你这一辈子 如果是一直在学 这个无我正见 那你就麻烦了 因为你会执着这个东西 然后你就会 变成一个小乘根基的人 习惯 喜欢小乘 不会愿意发大型 所以说修学 是有一个层层提升的过程 但是呢 他这里强调的 就是说 你还没有完全巩固之前 你就开始学下面一个 这个治理的话 你等于是就是 走马观花 浅长则 就是我们末法时代的人 这样的人太多 就是这个学一会儿 还没有巩固呢 还没有修呢 就开始学下面 或者学了一点点 修了一点点 觉得挺好 我已经会了 刚刚会 你还没有成熟 你就学和修下面的一步了 这样的话 真的是可惜了 这辈子就是有点浪费了 这样的人呢 最后呢 就是一生的修学呢 就会浪费掉了 就是说 你学一个 你一定要学到什么呢 成熟 得心应手 在这个 实体上要有所 要合格 你至少要达到六十分 到七十分 这七十分是最好的 因为稳定 六十分刚刚及格的时候 有时候还会退到不及格的状态 这六十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不是说你碰巧 你这次考了六十分 你的六十分是稳定的 就是说你已经稳定地达到了六十分 什么时候考你都能达到六十分 才行 你不是今天碰巧考下六十分 明天考三十分 完了 那不行 你的稳定在这个六十分的状态下 你才可以学下面 学修下面的这个阶段 你就肯定成就了 并且这样的成就是最快的 这个就叫中道 其实我们也不赞同 你在这个一个层面上 学到八十分九十分 然后甚至一百分 你再学下面的 你肯定是做了 你肯定是走弯路了 告诉你 你不要解脱道 修到圆满了 再修大神道 你一定是走弯路 这个也说的很多了 不重复 但建立与意识层面的文师政见 往往很粗糙 因为人的思维 会有很多的误区 如何使之 趋于精确 意思通过私有之间的相互辩论 彼此切磋 使认识中的盲点和问题暴露出来 似乎其实讲是讲到位了 没有没有讲到的 讲到太细了 应该说认真听课的人 真的都不需要切磋 跟你们讲得太细了 你们只要马上去实修 你就会把师父的话 领会得很到位 你没有实修的话 你听的都是表面的 师父的话 你只能听在表面上 听了又会忘了 听了又忘了 今天听的有点兴奋 过两天 过一个月 你就忘了 为什么呢 你没有实修 那师父的课呢 你听了以后 你实修 然后你再听 你都会发现又有新鲜感 又有新的内容 得要领悟到一些新的东西 同样的话 你会不同的有新的东西领悟到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感觉 说明你的实修就没有 说明你的实修就没有 你根本没有修行 你只是停留在佛教知识的层面 自己不修 然后天天拿着这种言论 到处去散布 就是你散布出去的那些言论呢 其实有些时候会误导别人 你又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根基 是吧 你这么到处去传播 我佛法不是这么传播的 是吧 当然有些讲一些英国法呀 是吧 苦空无常的呀 这样的最基础的 可以广泛的话 大家看了都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对那个 修学到一定阶段的人 你就乱发 反而会说不定你害别人 别人正在修解脱道了 你天天给别人发 那个菩萨道的这个修法 是吧 或者别人在修菩萨道了 你天天给别人发 这种解脱道的修法 你会让人家退心的 你鼓励别人修解脱道 他就会 看了以后 他就不发心了 本来他就刚想发心 是吧 他一看 这个解脱道这么好 他就不发心了 就是你 你其实是有关的 误别人 你都不 这有可能性 但我们可以 我们发的东西呢 都是一些通俗的东西 就是说通俗一点的东西 主要还是讲 怎么做人呢 怎么修处理心呢 佛教的一些基础 基本概念了 可以发 真正的修学起来 你们就还是少发 不要去发那些 太深的东西 发的就是会误导别人 这里说 私有之间的相互 私就是私头之间的 有之的道有之间 像辩论 互相切磋 让这个问题暴露出来 从而去误 叫沉经 提高纯度 亦是通过禅修或者试证 因为佛法的精髓 无法以原完全传递 那是不可言说的部分 为清正来的究竟 那这个证件 下面一个 也加到止观 止观呢 就是为 禅定一名之证 蛇摩他 三摩地 包括有所指和无所指 小秤的禅观 偏向于有所指 禅宗和藏传佛教的 大圆满 大所谓的修行者 属于无所指 就是 没有这个 所缘境 通过特定的方法 直接去入空性 并将心安住于此 泛语呢 就是批佛舌纳 汉语为观 包含观照 观想 观察 几个层面 许多人误读禅宗 将止观的 修习的片面 理解为无分别 我觉得这是造成 禅教对立的主要原因 如是 因为不中经教 而缺乏文师正见 又无善知识 把手提携 造成许多禅和子 盲修下恋 就是修禅宗的人呢 自己又不懂教理 又没有善知识的 提手 他就说 要手把手的教啊 这样才能够 带出弟子来的 特别是修禅宗的 更注重 对师父的信心 还有师父的教导 无分别的禅修呢 是无修之处呢 是无分别 至契入空性时的禅修 并非普通修禅修者 所能够把握 因为呢 我们现有的心形基础 极不稳定 且建立颠倒认识上 我们现在的盘修都是颠倒人 哪怕你是小乘阿罗汉呢 他还是在 官修无我 他根本就 还谈不上什么 更高层时上的一个 一个官修 无分别官修是 所以 大约满的一种官修方法 所以呢 必须以 有分别的官修为前提 使心从颠倒状态中摆脱出来 来能够进入无分别的禅修 无分别的禅修是最后阶段的禅修 在此之前 所有的禅修都是有分别的 我们说有我 我们官无我 这就是有分别 官无我 官法无我 官什么 空观 什么假观 这都是有分别 只有真正的开了悟以后 才能这样进入无分别禅修 在开悟之前的修行 都是有分别的禅修 但是你不能够 不修 你不修你永远都不能够这么 一个有分别的禅修 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同时 子的修习是必不可少的 子呢 虽然是佛教以外道的共法 却是修官的重要基础 汉传佛教中 官的理论非常丰富 为什么现在很少有人能够实际操作呢 正是由于长期以来对子的忽略 就是对禅定的忽略 子的基础 就是四禅八定 我们现在连不要说四禅八定 我们连那个预界定 我们都修不了 我们根本就没有 预界定的九次地 我们根本就没有 我们连这些禅修的都没有 你讲什么四禅八定 根本就 所以说我们修禅定方面太差 你禅定方面太差 你那个观修就无法进入实际性的阶段 你那个观修 无我最多也就属于观察修 就是努力作异一下 当然这样的效果 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 但是这个效果是很差的 因为你的心是不稳定的 是吧 你虽然有无我 但是因为你的妄想分别太多了 你刚刚想一下 我一会儿就只是 前世杂念 烦恼出来了 烦恼和这个杂念太多 昏沉太多 你能够处在正念的状态的时间太短 代表你打坐一个小时 你可能只有一分钟 两分钟是正念状态 其他的都是颠倒状态 那有可能是这样的 看上去你再打坐一个小时 我会坐得颅颅不动 但是你二十分钟昏沉 还有二十分钟杂念 是吧 然后在腿又痛了 又开始分心了 是吧 然后哪里又不舒服了 哪里气又冒一下 又去想那个气息了 再又想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 就是你的大部分的时间呢 打坐一个小时 你有五分钟在正念当中就不错了 在观修这个无我 很多人是这样子打坐的 那你这样的有什么用呢 这样还不如不做 那你怎么禅修呢 刚开始禅修的 你得借助这个光盘 你还不如听盘呢 你听一个小时 你这一个小时都是讲无我的道理 讲奴隶作义的 你至少有半个小时 在作义这个无我 观修这个无我 就是你靠的这个法呀 它在讲的 引导你禅修 你不要坐那 你坐那里基本上都是 全部是颠倒 所以说你还不如念诵 念诵又有关于这个 无我的这个法本 或者是听这个有关于 空心 无我空心的这个盘 这个听的过程当中 熏悉你的政治证据 熏久了 慢慢的 政治证据越来越强化 越来越强化 你才可以开始打坐 那平常怎么办呢 平常你关不了我 你怎么办 我教你们 这一个小时当中啊 前十分钟 关呼吸 再开始持咒 因为持咒比较难 你持不住啊 你持咒十分钟 你有九分钟在打妄想 你还不如关呼吸 关呼吸最简单 十分钟 你可能有五分钟在打妄想 还有五分钟在关呼吸 再练习一段时间 你可能慢慢的 你可能这十分钟 大部分的时间都稳定住了 你的心都在呼吸上 有一点点定力了 这个时候你就用持咒 持咒你持咒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 你有十五分钟时间都在持咒 还有五分钟在打妄想 这效果不错了 有一半以上的时间 至少在咒上 然后再进步 再进步呢 就半个小时以后呢 你就可以拿出五分钟之来 来关修人无我 关一下人无我 进入一下无我 感觉一下你的无我的感觉 你可能这个时候 你的心又开始疯了 那怎么办呢 你就可以关关苦 行苦 再又归到无我上 关下无常 归到无我上 关下多体观 又归到无我上 用这个人番的观 在结束的时候呢 快结束了一个小时 还有十分钟 你就关什么呢 关一下菩提心 我把这个功能 回家 关修菩提心 关修事无量心 初学者就得这么修 否则的话 你一个小时坐那里 你基本上 百分之九十的时间 都浪费掉了 你不想你们自己 可以体验得到 你观察一下 你自己就知道 你一个小时 你在干什么 有些人一个小时 可能就是刚开始 五分钟 关修了一下 后面五十五分钟 都睡着了 就是睡了一觉 醒来 打个哈欠 喝杯水 我禅修结束 然后美其名 我今天打坐了 打坐 真是这样的 就五分钟禅修时间 剩下所有 要不就是 还打了一会儿 我忘了一下 睡着了 中间还做了好几个梦 那你什么禅修 是不是 你这有什么用 然后还要自我安慰一下 今天我反而起来了 是吧 我早上起床了 我坐着坐了 当然了 你这五分钟 也很功德无量 比那睡大觉的强 我们这样的禅修 你还不如 把这个时间 给它分碎了 不要让这个时间浪费掉 要不你干脆 最开始的时候 你就专修产品 我这一个小时 我都自关呼吸 尽量的 就是做最容易做到的 先练习 练习一段时间 二十多天以后 你保证 我天天就关呼吸 我让自己的心 慢慢地就在呼吸上 保持稳定 稳定 深入 但是不要太长时间 你要太长时间 深入呼吸了 然后你就练出感觉来了 是什么正法都不要了 就变成练气功了 光练呼吸 就没什么意义 关呼吸 不吃皱 也没有关 只有止了 这样的话也不好 这个是并进的 这一度当中 你不可能止关双运 你可以先修止 后修关 分开来也行 也算是止关双运 我们刚开始修 这么不可能止关 同时运行 真正的修行能 是止关双运 是同时进行的 就是关在止上 止在关上 关的时候就稳定地保持 稳定地关修 这就是止 我们先修下止 让心稳定下来 六根静下来 然后就开始关修 这也叫止关双运 我希望你们的修行 要有效果 不要把时间浪费掉了 我们生命是有限的 所以为什么现在 让你们还是以听法为主 听法至少有个声音 在那里放 你坐在那里 不断地引起你的注意 然后你还能 慢慢地熏悉到一点 真知证见 那么这个真知证见 也能转变一些你的烦恼 确实在听法的过程当中 确实也是可以 转变烦恼的 因为可以去除一些烦恼 能够提升 如果你能够禅修的话 那就真的是事半功倍 师傅讲完课 你们大概九点半开始 到十一点半 两个小时 你都能够静下心来 把今天的课 好好的先静下心 就是关一下呼吸 念一下咒 激情一下 观音菩萨 用半个小时 然后剩下的一个半小时 然后慢慢地观修 如果你发现自己昏沉了 或者是散乱了 那你又可以开始观呼吸 或者吃一下咒 吃咒 就是吃一下六字大明咒 激情一下观音菩萨 或者激情一下上司 这样的话 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然后再又开始重新 把这个真知证见 拿来观修 你发现自己心乱了的时候 你就不要修了 你去修止 等你的心静下 你就修观 对不对 你这样就进步就快了 时间就不会浪费掉了 你修就不能浪费时间了 浪费掉就可惜掉了 你整天修啊修 好像都修了 事实上时间都是空过 昏沉加砸脸 就是我们修行 哪怕就五分钟 我这五分钟也得有效果 五分钟啊 都要达到一个效果 不能不合格 你这五分钟 我这的话就完全没有效果了 就这样的话是很有挫败感的 时间久了你就不想修了 就劈掉了嘛 后面就 就懒惰懈怠怠了 为什么会懒惰懈怠 就是你修行 无效果太差 效率太低太低 就像那个 我记得以前小学读书 小学 有个人小学读了十年 还没毕业 这都算是快的了 你们这个 有些读一百年都还没毕业 人家可能用 三个月就小学毕业了 你这一百年你还没毕业 这个差别就这么大 你别以为是假的 说到开玩笑 差别真的这么大 有些人几个月就可以小学毕业 你五年的学完了 你正常的是五年嘛 有些人用三个月就学完了 有些人一百年还没学完 还考不及格 小学毕业考的时候 还是六十分还考不到 就是我们 我们这个修行呢 一定要 一定要有效果 做什么事都要讲个效果嘛 就是我们修行很容易 就是空过 因为这个从心上下功夫 你看不到的 不像炒个菜 你必须要炒出来 等人炒不出来就吃不上 你都看得到的 那些都是看得到的作业 再不然你写书法 你得先写 写了就会进步 这是佛法的不一样 佛法你做到那里 很可能就空过 打坐也是空过 听法也在那里空过 师父在这讲法 他可能一个半小时 可能在那里生烦恼 甚至在生分别念 人对上 甚至对道友 在那里起 起分别念都有可能 是吧 人家在听法 你在造业 你看 别人又没办法 用仪器来测一下 是吧 这个东西没办法 看不见 所以说这个东西 佛法就这样 也不一样 其他的东西 它都有个 有个东西 摆在那里 有像的东西 对佛法 那同样是讲课 有些人受益无穷 有些人就这里 造了一个半小时夜 真的 是烦恼嘛 一生烦恼了 是吧 心不在这里 是吧 我就想孩子去了 我就想老公去了 是吧 是吧